好朋友 想知道堂哥来马六甲怎么玩吗 今天跟着我和我的Vivo Exit By 打卡这座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 Let's go 这些红屋啊 以前都是白色的 后来呢 被涂上红色 你知道原因的话 评论区告诉我 还是古人有智慧 红色拍照的确比较好看啊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回教堂 华人庙 印度庙都在同一条线 神不神奇 确实让我感觉到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和谐 不瞒你说 我小时候就是吃这阿嬷的牛奶菜长大的 所以呢 我特别爱吃这个牛奶菜 这里除了东西好吃 拍照也好好看哦 这里是鬼门关 听当地人说只要过了这座桥就回不了头了 因为以前啊 对面呢 有很多不良场所跟坏坏的地方 我现在就要过去了 现在已经变成了许多文创咖啡厅 以及传统老店的聚集点 据说这位传教师啊 他的右手在去世过后呢 被这个教王切断了寄回罗马的 可是有一天 这边的树呢 就把这个雕像的右手同时也打断了 你说 神不神奇啊 没想到吧 马六甲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水上清真寺 我们一起来拍拍照吧 这座清真寺当年耗值了一千万来见盖的 真的是越看越漂亮了 走了一整天 我们先来机场街吃个晚餐 哇 这里真的是太多的美食了 马来西亚 真的 太饿了哈 马来西亚还有哪里好玩的地方 留言让我知道哦 pent不是吗 好了di 快送 really 快送去 Hung旗 快送的